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駕駛教室的时间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试的是 Golf的新的7.5代的R-Line 很多人就说 董哥我们学会了根植 我们学会了路线 那还有什么可以教的 董哥想到一个 就是怎么开 自首牌 就是DSG变速箱 就是说自排 大家是不是都很会开了 还是说你开了很多年 可是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用它 教练场的时候 他跟你说 我们爬坡要放在低档位 然后就结束了 上坡的时候 在你需要加速的时候 你可以踩下油门之后 因为它的档位跟转速都是在对的转速 比如说有涡轮引擎 可能1500转以下是没有什么力道的 可是如果你放在低一点的档位呢 基本上它就会保持一个转速 所以你油门踩下去才会觉得那种 随传随到的扭力 那下坡也可以放在低的档位 因为引擎刹车的关系 尤其是这种自首牌 其实它跟手牌是一样的 那好处什么呢 我们常如果在连续下山的话 可是你可能 刹车会使用过多 那如果你放在低的档位 基本上它也是会 帮助你保持一个比较固定的速度 而不是需要一直要踩刹车踩刹车 一路踩刹车下去 好平常呢 我们放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在下坡的时候 看它已经跳到五档了 我们记得刚刚开S档的时候 它是保持三档 所以又已经刹车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进弯之前一定要刹车 然后它再退到四档 三档 所以实际上你需要退到三档 我们现在时速50 可是它已经换到五档 1500转 当然这是省油 可是如果是连续下坡弯道 它们通常希望你退一档 那在DSG的部分 你就是放到S档 S档它自然会比你标准的多退档 本来会到六档的 它就退到五档 所以它就是等于是教你应该在什么速度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不踩油门 它就放在三档 保持三间转 其实是没有公油的 它等于告诉你这部车是最适合的 档位在三档 是的 在三档是最适合三档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开手牌 其实就是可以从这个支牌来学习 就是三档下坡 当然你如果退二档的话 转速会拉太高 那会离停煞车太多 那其实也是有点上引擎 真正开油门就要煞车 煞转 转 然后转的时候煞车才放掉 油门 煞 放 油门 看到直线 所以这就是差别煞车 油门 煞一下它会退二档 所以你看哦 如果我们刚刚用手拨 它就可能一直留在三档 而且你还拨不到这么细腻 对 可是呢 如果你是做正确的油门煞车油门煞车 它会退到二档 所以其实它就会给你一些优势 如果你是用手牌模式去开 不见得比它快 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DSC也可以教我们怎么开车 是 OK 就是说现在自排够聪明 所以呢 对一些不是开DSC自手牌的 也可以用这个我们这个这次的教学来了解说 当位应该是怎么放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哦 Volkswagen R-line 它的数位仪表在我们开山路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看啊它现在的导航哦就放在你的速度表面 转速表之间 比如说晚上啊 或者说你对这个路面路路况真的很不熟的时候 你还可以偷偷瞄一下 知道这个路是往哪走啊 你有没有觉得它推头不严重 不严重啊 就跟你说它的设定 这个车子的底盘真的进步太多 设定很好OK 7.5代我觉得 它的底盘操控上真的是 有紧紧 它的 它不是说 有些人说我这个操控好了就是变硬的 不是不是 实际上它的控制是更 更柔顺 这个柔顺就是绵的那种感觉啊 你看刚刚这个路一直跳一直跳 它一降落 就细组 当然不像拉力车那样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一般道路车的感觉 我觉得7.5代这个部分真的是 今天这样开完啊 其实主要是想传达一个观念 就是 自动变速箱的科技进步到今天 像DSG这种自动手排 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它就是 用手排的思考 但是它去用机器的结构 去帮你做了自动的 换挡的动作 对不对 好 那虽然它有提供所谓的换挡拨片 让你可以用手排模式 老实讲 你再怎么拨你也拨不赢 它的S模式 为什么 因为这个S模式本身也是他们的工程师不断的测试出来的 你可以在刚刚看到整个用S模式的驾驶行径中 在很比较高的速度 进弯前猛踩刹车 它自动的退一档甚至退两档 去维持它整个引擎最大的扭力峰值 那在这个过程它可以让你的整个传动系统 是处于最稳定的输出状态 对 不会有突然间爆冲 引擎刹车的顿挫这些东西 它事实上它就是解决你退档的档位衔接不顺 对 或者是说入错档的问题 这些科技的目的说穿了 只是说让你有更高的驾驶乐趣之外 而且可以更让车子安全的 去享受这个过程 对 今天的驾驶教室呢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现今的自排其实已经非常聪明了 所以呢它给你手排模式呢 也是只是提供一些 让你有更多的乐趣 对 而不是真正的 需要你去 手动的去控制它 那只是找麻烦 对 你换不赢它的 对 你绝对在街上或者说山路 你宁愿放在自排 对 让它帮你换档 对 然后你自己专心的去开车 对 对 这就是现今自排 真正厉害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建议不管你是说开的比较热血的 还是说 安全第一的驾驶人 其实 建议你 除非你真的那么在意耗油 不然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摆在S档开 好 那就 下次见咯 好 真的 我建议你不用担心你的跟直 好 就是 动作 不准确啊 退挡不丢啊 这些动作呢 你基本上都不用担心 不要再跟直 就是 一百万人看过 大概只有 一万人会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